透过咨询药剂师能够让我们了解正确的用药方法 生病、吃药是国人普遍的概念 但药物也有保存期限 需要咨询药剂师给予正确的用药方法 我们政府其实对医药分裂这一块 其实做得非常的蛮不错的 那当然就是特别是医生他在做诊断的时候 那开了药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 那其实开了之后其实民众拿到药 其实理应应该就是顺从性都要很好 就是医生叫你一天要吃三次 那一个礼拜吃完就要固定要适当的回诊 这样对病情来掌控来讲是都非常好 不然假如说没有把它吃完的话 反而会造成药物的浪费 因为我们国人一年浪费在医药上面的话 其实都是有上百亿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这是有一些数据都有经过统计的一个部分 所以就是有关医药的一个使用的部分 原则上问病情 那可以去找医生看诊 那有关医药物的部分的知识 或者使用的方式可以去找药师 那这样还可以比较实际上 落实在医药分野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这样医师、药师的工作量也不会那么大 这样对三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病关系 像偶发性的这种感冒或者是可能是肠病毒引起的 或者是一些懦罗病毒引起 这通常原则上像这种短暂性的最好还是由医生诊断 因为有可能你可能会造成病期 假如说有时候认为只是一般发烧 但是它可能反而是造成它一些肠病毒的一些引起 这样反而一般的感冒跟发烧出起的时候 你判定没有好好判定的话 反而会延误病情 所以像这种偶发性的这种疾病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会希望民众可以直接到医疗院所 对先让医生看诊 之后假如说诊所的医师没有办法处理 他也会帮你转诊到地区医院或教学医院这样子 这样也比较不会有落实我们政府所提倡的 那个医病分流的一个部分 就小病就小诊所医大病就到教学医院医这样子 这样的我们的健保资源也比较不会浪费 偶发性的感冒最好不要随便吃药 一定要先到诊所看诊后再吃药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普高雄采访报导